讲说我要不要第一个下台 我想这个事情恐怕我们不方便自己说 但是院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我想应该可以来回应 大家对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些传闻上的问题 信心满满面带微笑 交通部长贺成旦面对下台舆论还能用微笑面对 还不忘要宜兰县长林聪贤帮他说话 民进党中央党部的相关的立场 对贺成部长或者交通部在相关同仁的处置里面 我们大概就是如实的把这个过程让大家了解 也替这个贺成部长来做一些诚心 县长部长兼并兼谈血税塞车问题 到底有没有可能再提高血税内速限和变换车道 贺成部长改口了 血税的这个速限或者是说跟车距离 或者是说变换车道这个上面 是不是能够有更足以放宽 那么来增加血税的容量 这件事情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来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血税碰到假日就变成停车场 为了提高车流量 2006年通车时时速70公里 08年再提高到80公里 2010年11月增加到90公里 但先前对于提速换车道 贺成部长这样说 随便变换车道的话 这个实在是非常危险 所以这些事情都会造成 驾驶人在长时间隧道里面的 这个心情里面的浮躁 这个情形下千万不能够允许 7月2号宜兰同万节就要开幕 就怕塞车情形更恶化 交通部长现在跟着宜兰县长 同声说中央地方达到三共识 分三阶段实施 第一提高大众运输量 接着交通分流 最后实施差别费率 但这些前朝都做过 谁所以还是塞 国务赌车问题 遇到贺成部长 看来还是一样无解 接着张诗奎主席 SQ小组